哈囉同學,我們今天的課程是關於點線面編輯的部分 那我們會用一個攻擊的角色來練習我們的點線面編輯 會利用這個案例來熟悉一些編輯上面需要用到的工具 然後一些注意的事項 好,那我們直接開始 我們先開一個新檔案 然後先簡單存檔一下 好,我把它存在桌面 好,首先我們先穿一顆球 那我們編輯的時候請注意 我們的Display請切換到246 我要看得到線 好,選這個球之後 我把球的Type 我選到Exandra這個 好,選了之後 我把面數調低 調到只需要剩下這樣子的面數就可以了 好,然後我們讓它可編輯 所以Make it editable 那快速鍵呢就是C 或者你直接按這個按鈕也可以 我直接按C 好,這樣它就進入可編輯模式 可編輯模式之後 之前有請同學設置快速鍵 1,2,3 就是點線面 如果你設置過的話 你就可以很快的切換點線面編輯 然後按Tip 可以回到Model模式 好,那我現在進入面編輯模式 我按3 就進入面編輯模式 然後我讓面全部都選起來 然後我按右鍵 選這個Brush工具 好,Brush工具選到之後 我們的畫素會變成一個圓形 然後你的滾輪壓下去 左右滑動 我可以調整筆刷的大小 滾輪壓下去 上下滑動 我可以調整強度的大小 或者你可以直接在這邊調也可以 我是習慣用滾輪這樣比較直覺 好,調完之後 我們因為這個G是對稱的 所以我現在要開啟一個對稱的功能 我選這個 蝴蝶點下去 我會看到一個紅色的牆面 那這個牆面就是我對稱的軸 好,然後我們在對稱編輯的時候 請同學注意 先點開小齒輪 然後把這個Restruct這個勾起來 我們不要讓它執行 好,這樣子問題會比較少一點 OK 那我就是讓紅色的牆壁在中間 這個狀態下 我去編輯它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快速的拉動 然後請同學一定要 在編輯模型的時候 要善於切換不同的視角 這樣子你才可以知道 我到底現在有沒有調對 好 大概是這樣就好 我把雞的身體拉出來 然後我們選 回到選取工具 移動工具 然後選取這個面 然後我用世界的座標按W 把它切成世界座標 然後我單拉Y走 Ctrl按住 Ctrl按住 我們就可以讓物體長出 好,然後我現在需要讓這個面是平的 所以我用縮放工具 T縮放工具 然後一樣把縮放工具的世界走開起來 接著我先拉這個綠色軸 再按Shift 這樣子 我的數值到0的時候 我的面就是平的 好,接下來我用線編輯工具 稍微平移一下它 請注意 在平移的時候要確認 你現在平移的 是不是對的軸向 我現在要平移的是 這樣子的水平軸向 所以我移動的是這個軸 好,這個也一樣 那我現在平移的話 最主要目的是 讓這個面在上面看起來 像一個六角形 好 接著我再用面選取工具 稍微拉出來一點 OK 這樣子我的六角形就出來了 然後我需要 讓這邊多切兩刀 好,所以我用右鍵 Loopcar工具 快速鍵是ML 你先按M再按L 這樣你就會切到Loopcar工具 Loopcar工具 我們只要在線上面停留 我們就會看到 它會自動顯示一圈線 好 然後我在這邊切一下 在這邊再切一下 接著我挑到線編輯工具 用移動工具選取這個線 然後我切到縮放工具 一樣 先拖拉單軸再按住shift 當數值變0 這個線就是平的 這個也一樣 拖拉再按shift 數值變0 線就是平的 OK 接著我把這條中間的線 往上拉一點 好 這樣子 雞的脖子跟頭的部分 我們就完成了 那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 這個模型放進一個細分裡面 我先創一個細分 在這個000的位置 然後我把雞的身體 稍微拉上去一點 因為等一下我們下面要做腳 好 接著 我把模型丟進去細分裡面 我們的雞就會變平滑了 在細分裡面的參數 可以調整它的細分細緻程度 可以調整它的細分細緻程度 那請注意 這兩個數值 我們盡量保持一樣 不要一個多一個少 這樣子我們可以保證 在檢視的時候看到 跟渲染的時候看到 是一樣的效果 那我今天這個案例 我們都用2就可以了 好 接著我再點回來模型 繼續調整 筆刷工具的時候 請注意 如果我們的模型 已經預先 有選到這個區域了 那筆刷工具 去拖拉別的地方 是沒有作用的 它只能拖拉 全取的地方 所以如果我們 用筆刷工具 要編輯全部的話 你可以按Ctrl加A 全選 之後再編輯 好 這樣你就可以編輯所有 好 接著我們需要 讓它長角出來 我先把細分關掉 細分關掉 你可以點這個勾 也可以按快速鍵Q 這樣也是關點 好 接著我要長角出來 我們的角需要地基 我先把對稱關掉 我們的角需要地基 但是如果對稱開起來的話 我們如果讓它長地基 它會有一個問題 我們用這個insert 再空白出拖拉 長出來 它會變成 往中間去長 但是我的腳 有兩根 所以我不能讓它 從中間去長 我要一邊一根 所以我先把對稱關掉 單選這一邊兩個面 然後用insert工具 再空白出拖拉 這樣子它會長 從我們這個基本面裡面 再長一個 再長層面出來 我們會在這一層面裡面 去長出我們的腳 好 然後再按右鍵 Feed circle 一樣再空白出拖拉 好 接著我用移動工具 調整一下我們這個地基的位置 先後左右都要確實觀察過 這樣才會比較準確 OK 好 那這樣右邊的腳有了 左邊的腳 我們不用再做一次 有一個工具 可以讓它快速複製 按右鍵 然後Symmetries 這樣子我右邊有的模型 左邊也會有 但是同學請注意 如果你今天是從左邊開始做的話 我先重做一次 好 這一個 然後 一樣 insert長出來 然後Sgo 然後一樣調整位置 如果你今天是從左邊開始做 然後你把它套了對稱 那它會不見 為什麼 因為 對我們的世界軸來講 這一邊是負的 這一邊是正的 以這個 Z軸為主 左邊是負的 右邊是正的 那我們的對稱呢 它的預設 我們可以點開它的小齒輪 我們會看到 它的預設direction 是從正的到負的 也就是從右邊 複製到左邊 所以右邊長怎樣 左邊就會長怎樣 那現在我是從左邊開始做 所以我希望讓它從 左邊變右邊 然後就是負到正 這樣子兩邊也就一樣了 是一樣的意思 好 接著我再把對稱再打開 對稱打開的快速鍵是Ctrl加W 好 這樣子我又可以回到剛剛的對稱編輯 然後我縮放調整一下 OK 我可以長出腳了 這個時候我用世界軸 然後拉綠色的Y軸 Ctrl按住 拖拉 我的腳就長出來了 接著我一樣要變平 所以用縮放 一樣單軸 拖拉 Shift按住 數值變0 我的腳就是平的了 好接著 同樣的動作 Ctrl按住 拖拉 縮放 好 好 這樣子我們腳就長出來了 接著我們可以開啟細分 你會看到這一邊的細分數有一點少 所以它會比較平滑 好 所以我可以在中間 新增一些結束 讓它看起來立體感再強一點 所以我用loop cut loop cut 快速鍵ml 然後在 這個地方切一刀 這個地方切一刀 那我們會看到它的立體感會再強烈一點 好 那我可以用線編輯工具 點兩下 用loop selection的方式 去調整 讓它的造型 再好看一點 好 接著我再把細分關掉 Q 我現在要長腳底板出來 腳丫子出來 好 那一樣 進入到點線面編輯 然後用loop cut m L 在腳底以上一點的位置 切一刀 接著用面選取工具 移動工具選取 把這三個面選起來 Ctrl按住拖拉 往前拖拉 腳底板就會長出來了 接著我一樣讓它變平 所以 縮放 單軸縮放 shift按住 變成0 好 單軸縮放 變寬 接著我再選裡面這個 也一樣單軸縮放 讓這三個四方形的大小 比較平均一點 好 接著我要長出腳趾頭出來 長出的話 我們用這個 一個 is-true工具 選它 然後我們把 is-true工具 這個max-man angle 調到0 然後 在空白處 拖拉 請不要在 坐標軸上拖拉 在空白處 不要按任何鍵 拖拉 這樣子腳趾頭 就會長出來了 這個時候我把細分 再開起來 q 你會看到腳趾頭 就在這裡了 如果我們這個max-man angle 調的是大於0的話 你會看到腳趾頭 是合在一起的 只有max-man angle 在0的時候 腳趾頭 才會分開 好 這個同學要注意 好 接著我再切換到移動工具 然後 稍微 把這三個面 拉開一點 再往外 再拉一點 好 這樣子我們的腳 就 腳趾頭 就出來了 然後 我用點編輯工具 選取 好 把這裡 腳趾頭再拉短一點 好 到後面 面編輯工具 選面 一樣 擋住 拉 拉 這個我們就不需要x2 因為我一次只拉一根的話 就不需要用到x2 x2是我剛剛需要一次拉三根 所以我才會需要用到x2 好 最後我再稍微調整一下 鎖放一下 讓它的後面接近圓 好 接著這個腳踝的部分 它的曲面也是比較多 因為它現在沒有多餘的細分 所以一樣 ML loopcar 這裡 腳踝給它切一圈 這樣子我們的腳 那個 圓弧就會小一點 好 接著我再回到面編輯 稍微調一下 線編輯 OK 然後點編輯選取 選取我們可以用 快速鍵0 或者你可以到這邊去選 你要的選取 我現在用的是圈選 這樣子我可以快速的把下面全部選起來 然後稍微轉一下 OK 腳就做出來了 接著我要做尾巴 一樣進到面編輯 尾巴屁股的地方 Ctrl按住 長出 好 長出之後 我們用線編輯跟點編輯稍微調整 選取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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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請同學一定要 轉向確認 重複確認 不要一直停留在一個視角 編輯 這是編輯模型的大忌 一定要 常常轉來轉去 確認一下 你的模型有沒有正確被你拉伸 好 我們先 把地基拉成這樣 等一下我們需要長的是 1 2 3 好這三個面 我要去長尾巴出來 好 首先我先長中間的尾巴 先把這裡選起來 然後切到測試圖 現在用世界軸 Ctrl按住 拖拉 拖拉出一段之後 稍微旋轉 一樣用世界軸 旋轉 好 再拖拉 再旋轉 再拖拉 再旋轉 好 這樣子我們就長了一節尾巴出來了 那我們 稀分開起來Q 好 有一節尾巴出來了 接著 這一節 選起來世界軸取消 以它的軸向 展開 拖拉 請注意我現在拉的是這個軸 這個軸 就是以垂直往外的方式拉 好 長出來之後 我們稍微調整一下 它的形狀 好 然後接著面編輯 再拖拉 旋轉 擋住按住 再拖拉 再旋轉 OK 接著這個尾巴比較開 我希望它併回來中間 所以我用點 編輯 然後圈旋 旋轉 單旋轉 綠色走 OK 水平移動 好 然後這裡讓它下去一點 接著再細部微調 OK 再把細分開起來 這樣我們就有三條尾巴就出現了 好 那我們這個寬度都可以再 隨性的去調整 我讓它尾巴稍微寬一點 OK 這樣子 這裡下來一點 讓它往側一點看 好 這大概就是我要的效果 這樣子我的身體部分 這個模型 就包含了腳 尾巴 身體 頭 都在這個模型了 好 接著我需要做翅膀 翅膀的話 不需要再利用這個模型了 我們另外再先創一個 所以我以這個模型 的坐標點為基礎 選它 然後按住Ctrl 創一個Cube 好 我把它拉出來 拉扁 調整它的大小 好 靠近這裡 接著讓它可編輯 玩C 便可編輯 然後loopcut ML 好 然後點線邊編輯 接著對稱我可以關掉 所以 這個先關掉 我中間切一刀 這邊也切一刀 按住Shift鍵 我可以確認我只停在中間部分 好 那我這個翅膀呢 我希望它 長出來 可以有羽毛的造型 可以有這樣子的羽毛的造型 好 所以 我需要後面有三個面 但是現在只有兩個面 那要三個面怎麼辦呢 很簡單 我們進入線編輯模式 選這條線 然後選這個babel 再空白處拖拉 這樣子我們會出現第三個面 好 第三個面有了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移動工具選舉 這裡 跟另外一邊的裡面 都多了這個點 那這個點會造成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這個面 它已經超過四個邊 它是五個邊 那我們編輯模式型的時候 的大計就是 面超過五個邊 我們可以有三個面的 四個面的 但是不要有超過四個面 以上的面 這樣子 比較容易出問題 所以 我這樣 要如何讓它變成 四個面呢 很簡單 我只要讓這個點 並過來 這樣子 它就只剩下四個面 上下都是 好 那怎麼並過來 讓這個點跟這個連在一起呢 很簡單 我們選這個點 右鍵 選第一個polypen tool 快速鍵是M1 點它之後 再點上面拖拉 靠近中間的點 放開 這樣子 這個點 它們兩個就拼在一起了 這一邊也一樣 polypen tool 點拖拉 放開 好 這樣就拼在一起 拼在一起之後 一樣 再回到剛剛 長角的效果 把三個面 選起來 一處工具 空白處 什麼 按鍵都不要按拖拉 好 讓我們看一下 這三個面 就分開了 ok 好 接著我需要調整 這個羽毛的 翅膀的形狀 但是在調整之前 我希望讓它看得到細分 你注意看 現在這個羽毛 翅膀在細分裡面 但是它並沒有細分 為什麼 因為 細分工具 只對它 只層級的第一個物件 有作用 第二個物件就沒有作用 如果我把它們兩個 順序調換 你就會看到 翅膀被細分了 身體 反而沒有細分 所以 要解決這個問題 很簡單 我 先 創一個 空物件 把空物件 丟進去 細分裡面 層級是 細分 最後面 接著空物件 然後把 模型丟進去 空物件裡面 兩個都丟進去 這樣兩個都會有 細分效果 兩個都有 細分效果之後 我就可以回來 編輯我的 模型了 我現在選 選這個翅膀 然後一樣 Brush工具 MC 調整 大小 然後調整它的造型 請注意 我現在把 對稱編輯是關掉的喔 對稱編輯沒有開 因為我並沒有希望它這個翅膀左右對稱 OK 調完之後 我可以對過去一點 然後我可以調角度 然後縮放 這些都可以去微調 然後 先這樣 然後接著 我需要讓這個翅膀左右都有 那左右都有的話 我們就要再回到我們的老朋友 這一個 對稱工具 所以我 這一個 細分為基礎 然後 扛出彎柱 創對稱工具 接著把對稱工具 也拖進來這個 空物件裡面 拖進來之後 把翅膀丟進去 空物件 丟進去對稱工具裡面 這樣子 我們的翅膀就會有 左右對稱了 稍微移動一下 好 讓它長這樣子 OK 翅膀有了 那我們現在來做眼睛 眼睛呢 一樣是在對稱工具裡面 所以我以對稱工具為 坐標軸 基礎 然後 按住shift 創一個球 讓球也在對稱工具裡面 接著我球拉開 我就有兩顆眼球 然後 讓它轉向朝前 好 朝前之後 我們先把對稱 啊 細分關掉 觀察一下 OK 然後 我來把它 可編輯 C 然後接著縮放 單軸縮放 然後再整體縮放 OK 接著把它對到我們眼睛的地方 大小 大小 角度 都可以調整 OK 大概是這樣 好 接著我們做嘴巴 嘴巴的話 就不在這個 Symmetry裡面了 我們讓它跟身體 是同一個層級了 所以 選擇身體 創一個cube 讓它跟身體 在同一個圖稱 接著 調整它的位置 調整它的大小 好 我們可以先把 一樣把細分先關掉 那嘴巴的話 我需要上嘴唇跟下嘴唇 所以我這邊 需要給它兩個地基 一樣 可編輯 C 然後 LOOKUP ML 進入 點線面編輯 然後選擇按住 好 這樣子 然後接著 面選取工具 移動工具 選取 上面的面 然後Ctrl按住 拉 下面的面也一樣Ctrl按住 拉 好 接著我再把細分開起來 我們就有一個嘴巴了 那我們可以在細節調整 LOOKUP CUT 中間切一刀 然後點編輯 中間的點選起來 下面的點選起來 左右的點 然後我可以把 對稱編輯再開起來了 這樣我就可以很快的 兩邊一起調整 然後 嘴巴前面會尖尖的 所以我用 Brush工具 把它調成尖尖的 OK 然後 裡面這個面 把它拉進去一點 讓它跑到身體裡面 這樣我們才不會看到邊邊 有奇怪的 手腳 OK 那如果你想要再做得更細的話 都可以慢慢去調整 我把這個 再拉裡面一點 這一節 再往裡面拉 那這樣子它的嘴巴 會再分的再開一點 好 接著我們來做機關 機關一樣也是跟身體同一個圖層 所以一樣選身體 然後創一個cube 往上拉 調整大小 接著機關 它會有三個肉球 跟我們的翅膀是一樣的 那我這一次就直接 讓它的垂直細分變成三個 所以2 變成3 這樣子 這樣子 好 接著一樣進入編輯模式c 然後選去上面的3個面 然後一出工具 一樣空白地方拉 好 這樣子我們進入 細分狀態 我們就可以看到它的肉球 變成3個了 幾罐 然後一樣進入 筆刷工具 全選 調整 這些都是重複動作 所以這隻攻擊就是讓同學 習慣了解 這一些我們 比較常用到的編輯工具 然後有時候如果筆刷工具 不好調整的時候 你就可以回來單選 這些工具 然後很快的去做調整 好 有時候我們這個對稱工具 生成出來 它會有這個狀況 那如果有這種狀況的話 可能是因為中間沒有切線 所以它比較容易出現這種狀況 我們一樣讓它左右再對稱一次 選 我們這個模型 然後右鍵 Symmetry 讓它左右對稱 好 接著我再回到 筆刷工具 再去調整 那它就比較不會有剛剛那樣子 左右奇怪的沾連狀況 那如果我中間這條線不想要有 你可以把中間這條線選起來 線選取 然後 我可以用移動工具 點選中間這條線 它會一次把一圈都選起來 這樣一圈都選起來 那我不要這一圈線 我可以右鍵 然後 Dissolve 這樣我就不會有中間這圈線了 那這個時候我再回來用筆刷工具 它又回到正常的編輯模式了 然後再調整一下 好 那再調整一下 OK 我們的攻擊這樣子就完成了 然後對稱工具 這個對稱工具 它會一直顯示這個 紅色的牆壁 如果你不想看到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short plan關掉 這樣它就不會顯示 OK做完之後 我們就簡單的來給它上色 我們開啟才知球 實窗 空白處點兩下 先調個白色 然後把這個白色給到身體 身體是這個 給到它 這樣白色就指定進去了 接著翅膀也是白色 所以找到翅膀 丟給它 然後我們嘴巴是黃色 我再創一個賽事球 挑一個黃色 然後丟給嘴巴 嘴巴是這一個 丟給它 機關是紅色 再創一個賽事球 紅色 丟給機關 然後 接著眼睛有黑色跟白色 所以我再創一個黑色 那白色本來就有了 那眼睛的部分呢 我們先把細分關掉 眼睛部分是這一圈的地方 這兩圈這兩層的地方是黑色 所以我要用面選取工具 把這兩圈選起來 對陣編輯先關掉 那 微軟選取呢 我們可以用 ul 好 我們的滑鼠就會快速變成這樣子 的選取模式 或者是你可以到select 這邊 這裡也有loop selection ul 好 這樣子我們可以快速的選到 這兩圈選起來之後 我們把這顆黑色的球 丟給 這個選取範圍 這樣子 我們選取到的地方 才會 指定 顏色 沒有選取到的地方 不會指定 然後我們選取到的地方 指定的材質球 後面會出現一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 如果我們點它兩下 它會快速的把我們的範圍選取起來 因為它就是一個選取的 快速選取的紀錄 然後我們這個材質球 它這個selection的欄位 這個名稱就是這個選取三角形 它的名稱就在這裡 那如果說你想要再調整這個選取範圍 可能我少選一圈好了 ul Ctrl按住 少選這一圈 我只要裡面這一圈 那你 這樣子選完之後 選取這個三角形 然後到這裡update 這樣子 我的選取就會被更改了 變成只有裡面這一圈 那如果你要再調回來 那你就Shift再按住 loop selection 這樣我裡面外面都選起來了 這些面都選到了 一樣選取這個三角形 再按update 這樣它就會更新我們的選取範圍 好 接著 眼球的黑色以外其他都是白色 所以我把白色丟給這個球 這個眼球 然後把白色的材質球往前拉 這樣子白色就會壓在下面 黑色就會壓在上面 好 這個時候再把西分開起來 這樣就成功指定 接著腳的部分 我也想要是黃色 所以跟剛剛一樣的方法 找到我們身體 模型 然後 面選取工具 面編輯工具 然後 我要選取 這一圈以下的所有 的腳 那我們有個快速的選取方法 我們用圈選 然後把四角切到正式圖 直接拉 好 這樣我們可以快速的選到我們 腳以下的部分 兩腳都選到之後 把黃色材質球丟給它 這樣子我們的腳這邊就會出現黃色材質球 然後後面會有個選取的三角形 就是我們腳的選取範圍 好 用這種方式 我們就可以快速的製作一隻雞出來了 好 然後我再調整一下它的 左標軸位置 把它 左標軸調到我們機的腳下面 你可以按這個 enable access 然後調整 然後或者快速鍵是L L壓著 不放 調整完 L再放開 你就可以又回到正常的編輯模式 好 接著我創一個地面 展開 然後這個landscape 它會有一個凹凸地面 我把它拉大一點 然後我可以調整一下這個landscape 它的scale 還有它的level 高低 好 那接著我希望讓這隻雞 站在這個不平的面上面的時候 它會服貼我的 當時踩的那個面 例如說它現在長這樣 踩在這裡的話 它應該要有點斜斜的 踩著這樣子 比較服貼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快速的 讓它補貼呢 這裡 這兩個工具 可以幫助我們快速讓它補貼 我選這個 然後移動這隻雞 它就會很快的去補貼我的地面 那請注意 那請注意 它這個工具 place工具 它這邊的預設是Y軸 朝上 那因為我們在編輯的時候 我們的模型本來就是Y軸 所以我們現在這樣用這個工具可以很正常 那如果它調整X軸呢 它就會躺著 因為這隻雞的X軸 就是這個軸 是這樣子 所以它會預設我們是躺著 那Z軸就是趴著 負Z軸就是另外的躺著 這樣子 負Y軸就是導力 負X軸就是導另外一邊 所以這個我們都可以方便的去調整 那你上面這裡可以旋轉 好 然後接著如果你用這個place工具 去Ctrl按住拖拉 你就又拉了一隻雞出來 再拖拉 Ctrl按住 你又拉了一隻 再拖拉 我又拉了一隻 再拖拉 又拉了一隻 好 那請注意 我們這樣子複製出來的 物件呢 它是這個instance的icon instance的意思就是 它是複製體 然後它的母體是我們原本拉的這隻雞 這隻雞是我們的母體 所以複製體會跟著母體去調整 去變化 所以現在如果我把母體縮放 複製體也會跟著一起縮放 我用不同的軸縮放 它也會跟著不同的軸縮放 好 這樣我們就很方便的去 一次調整多個物件 用這種方式 instance的方式 就可以一次調整 那 用這個工具可以複製instance 或者是我們可以選 這隻雞 然後 到這邊展開 這裡也有instance Ctrl 按住 點它 我們也是這樣子 也是創了一個instance 一樣的意思 好 一樣的意思 好 好 如果說我直接選這個雞 直接Ctrl 拖拉 它複製的就是完完全全 這隻雞 的獨立個體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 這隻雞 我去縮放它 它就是個別自己縮放 那這隻雞如果我去改它裡面的模型 它在其他模型裡面也會一起更改 可能我把它的翅膀轉一下 好 那其他的雞 翅膀也都會跟著一起轉 這個就是這個工具方便的地方 instance ok 好 所以如果我給它一個藍色的天空 然後給它一個綠色的地 我們就很快的可以搭出一個場景出來 ok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一個點線面編輯模型的小練習 同學可以用這種切分 然後長出 合併的方式 很快的去做這樣子的簡單的模型 把它跟積木一樣的去拼湊 然後我們細分當然都可以再更細的去細分 像這個翅膀 如果你覺得它這個細分不是很順 那我們都可以再進來 再稍微編輯它 我用loopcard 然後稍微給它加一些面 好 稍微調整它 這樣子我們的細分會再順一點 會再細一點 這些都可以慢慢的去調整 好 那今天的練習就到這裡 請同學跟著練習看看喔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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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